樊少皇曾经是非常著名的功夫明星 在娱乐圈有着很高的地位 他曾经一代武打巨星如今 的现状已经大不如从前 毕竟樊少皇快50岁了 樊少皇经典的作品包括 男拳背腿 叶问 天龙八部 少年英雄方氏玉 妾女幽魂 樊少皇 1972年6月19日出生于香港 山东河则是运城县人 演员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也许大家不知道 樊少皇其实也是一个新二代 他父亲樊梅生从事武打剧行业 当时也很有名 和一代巨星李小龙是好朋友的关系 李小龙生前还辅导过樊少皇的功夫 算是他的师父 也有计划收樊少皇为义子 在家庭的影响之下 樊少皇比其他人多了很多机会 他从小就热衷于武术 13岁跟着父亲正式学武术 刀枪剑挤 赴月勾插 拳法 腿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樊少皇后来经常去剧团玩 渐渐迷上了演员的职业 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在荧幕上绽放光芒 长大后的他也如愿意 常走上了武打明星的道路 樊少皇其实是童星出身 由于他的父亲是当时香港的武打演员 所以樊少皇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也是很早就进入了演艺圈 成长的道路上 樊少皇参加了不少电影 然而都没有大火 直到电影 丽王的播出 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成绩 这让很多人记住了樊少皇 也记住了那个全身上下 充满着肌肉的男生 樊少皇扮演的主角是丽王 父亲樊眉生扮演的是 一个大反派单眼蛇 这部电影里面很少有对话 基本都是打斗场景 在很多地方背景 因为场景太暴力了 樊少皇在里面的表现非常精彩 特别吸引人注意 樊少皇力大无穷 是正义与力量的化身 精彩的演技深入人们的内心 他表现出来的硬汉精神也 受到了国内外很多人的喜爱 丽王 就是樊少皇的成名之作 樊少皇进入了演艺生涯的黄金时代 有了自己的地位和关系 可谓是风鸣一时 之后 他又参演了金庸武侠剧97版的 天龙八部 在剧中饰演主角之一的虚竹 他饰演的 虚竹 也算是让观众念念不忘的一个角色 演得活灵活现的 呆呆憨憨的样子非常记忆有心 想不到吧 过去硬汉子品牌形象的樊少皇 会把虚竹的谦虚 文雅 诠释的酣畅淋漓 这让他再度走红 名气直线上升 该剧也让内地观众了解了樊少皇 他温柔的形象使他迅速进入内地 樊少皇和张卫健还出演了电视剧 少年英雄方式玉 在剧中饰演 红西关 这也成为他的经典杰作之一 2008年 一部《夜问前传》 让樊少皇再次打响名气 让我们知道了樊少皇不 再是当初那个演大无脑的 虚竹 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演员 影片细致展现了永春 拳等拳法的质敌手段 樊少皇是真正有自己功夫的人 里面很多动作干净利落 很好看 他还凭借 金山 这个角色获得了香港电影 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 在拍《未来警察》时 樊少皇在接近冰点的水中待三个小时 完成水中动作 安排好的替身也不让用 并且在水中如蛟龙一般穿梭自如 备受工作人员称赞 对于亦凡丰顺的事业 他的爱给他带来了很多负面新闻 他的老婆疑似小三上位 导致他的口碑一下变得很差 2012年 模特贾小陈和樊少皇香 适于洪金宝儿子的婚宴上 两个人也很快就谈起了恋爱 贾小陈前后拍了50部戏 饰演过很多角色 但就是不火 后来他本人对本人都没有了自信心 在遇到潘少皇后他决意放弃事业 去运营本人的家庭 刚开始公布恋爱讯息的时候 被媒体所挖掘出来 樊少皇是有家有事的 贾小陈就被炮轰为 小三 第三者插足 破坏他人家庭幸福 还有一些媒体报道说 樊少皇抛弃妻子 当时 樊少皇为了追求小子 几十几岁的美女贾小陈 将自己共同生活20多年病 且生了两个孩子的妻子陈少霞 说成仅仅是同居 引起舆论大花 用樊少皇的说辞来描述 他和陈少霞从始至终都没有领证 所以算不上夫妻关系 只是普通情侣 如此众旁的消息让官 众对樊少皇非常失望 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他的人气也下降了 粉丝也大幅度减少 婚内出轨这样的事情是零容忍的 樊少皇宣布称 自己四年前和孩子的母亲分手 今后会把自己赚的大部分 钱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但这还是不能挽回他在公众眼里 渣男的形象 樊少皇的生活被那些 追债的搞得是天翻地覆 2016年 樊少皇和贾小陈两人正式结婚 不久后 被曝出欠债四百万 大部分媒体报道称 樊少皇为离婚借四百万 被女方告上法庭 最后被追债人催收 个别媒体爆料称 樊少其实是经历了赌博 因为赌博导致他没钱了 所以他就还不上钱 别人也都不借给他 他就被人起诉 然后成为了被执行人 成为了老赖 关于欠债不还满天飞的报道 各种版本都有 当时樊少皇给出的回 应是借钱的不是自己 而是朋友借的钱 随着事情一步步发展 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 其实真的是他朋友借的钱 最后那个朋友还钱了才平息下来 2018年 樊少皇邻居向媒体曝光 他收到了一封信 信里的内容是让樊少皇还钱 此事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功夫明星樊少皇二次欠债的 新闻很快成了各大新闻头条 贾小臣曾经替丈夫澄清 表示是樊少皇代言的公司欠债不还 和樊少皇没有任何关系 没多久 贾小臣又改口说 老公樊少皇是好意协助朋友 帮朋友做担保 财落得如此下场 贾小臣对樊少皇的追 债风波解释前后不一 每次说法都不一样 令人起疑 导致樊少皇被认为是老赖 这一次樊少皇被媳妇贾小臣给 坑惨了 其实樊少皇并没有欠钱不还 只是朋友的债务危机找到了他 也因为这一系列事情 樊少皇声名狼藉 而在最注重声誉的娱乐圈 他的事业瞬间坠入谷底 几波负面新闻 让樊少皇的观众员跌到谷底 没导演敢找他拍戏了 再加上樊少皇的形象对于 很多的角色都是很限定的 导致他拥有的资源不多 公司也和他解除了合约 樊少皇停止了演艺工作 渐渐淡出娱乐圈 他的老婆没有工作 而樊少皇为了养家一直拼命地工作 同时还要养育前妻以及所生的孩子 接了一大堆烂片 现在只能沦为了龙套 拍网络电影 前年 樊少皇的网络新电影 龙虎山张天师 质量只能说一般般吧 演员的演技还算可以 剧情太尴尬 樊少皇在这流水帐班 的故事中苦撑到最后 真是不容易啊 曾经一度被大家以为可以接绑 成龙真子丹里连结的樊少皇 好好的一手牌却被打得稀烂 现在樊少皇过得也是非常低调了 基本上很少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了 他现在也帮人代货代言